大脑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 时许大脑人类只能面临死亡 但是你能想象一些 动物没有了头颅 还活蹦蓝跳吗 这画面多少有些精索 但是这些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 偷偷地开了外挂 头颅大脑并非生存必须 甚至有的为了生存静人 不要脑子 无聊的时候 能把脑袋摘下来玩 这可不是玩笑话 而是好多苍蝇的营生写照 虽然生活在最脏乱差的地方 但是对自己的仪容仪表 苍蝇一直很在意 所以它们一直在洗手 如果感到快了你就搓搓收 这是苍蝇美食伪客都在做的事 它们除了进食交配 剩余的时间都用来搓手收 异性之间传情靠搓手 辨别食物也搓搓手 无所事事的时候 更要搓搓手 不止搓手 能搓到的地方那就搓 堪称动物界的搓澡师傅 见过北方澡堂子的朋友 顶多就是吐露一层皮 但是苍蝇选手 直接把自己的脑袋也搓了下来 搓成了一个无头骑士 What the fuck 基本没有多少脑细胞的它们 还会把搓下来的脑袋 放到怀里继续玩 玩累了 这东西搓下来也装不回去 那就丢了吧 然后湿湿人的飞走 撞在玻璃上 再接着撞 接着撞 无同苍蝇这个词 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苍蝇的身体结构 实在是太简单了 中枢系统 交感系统和周园神经系统 这三个系统就组成了 苍蝇的神经系统 大脑 咽喉神经和副神经 组成中枢神经 主要负责感知 联系和身体运动协调性 交感是吃东西的关键 周园是传导器 辅助中枢传导指令 苍蝇没有血液 所有的养分 传输都靠体液 气孔 鼻子 在腹部 没有头的苍蝇 可以正常呼吸 虽然头部是苍蝇身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失去 失去了头部的苍蝇 固然活不长久 但是对于昆虫来说 剩余的时间 也足够它去繁衍后代 延续自己的记忆 苍蝇是无头骑士 而蛇可以是 只剩下头的骑士 人们在杀蛇的时候 发现蛇头离开供血之后 并不是马上死亡 依旧是活的 强壮的肌肉 让它们可以跳起来咬人 而且 蛇的毒牙和毒囊都在头部 被蛇头骑士咬上 一样致命 身体圈 被蛇了 investors